据外媒报道,世界排名第一的德约科维奇周三降落在墨尔本的塔拉玛林机场,但未获准进入该市。 他的父亲斯尔詹德约科维奇向媒体证实,这位20届大满贯冠军目前被隔离在一个房间里,由警察看守。 德约科维奇最近通过自己的社交账号表示自己获得了医疗豁免,可以前往澳大利亚参加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。 然而,有媒体报道称塞尔维亚人持错误签证抵达墨尔本,这不支持疫苗接种的医疗豁免。 澳大利亚边防人员随后联系了维多利亚州政府,要求他们支持德约科维奇的签证。 但维多利亚州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,这让德约科维奇陷入困境。 根据外媒最新的报道,ATP世界第一目前独自一人在机场的一个房间里并被禁止使用他的手机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此之前,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曾表示,塞尔维亚人将不得不为他的医疗豁免提供适当的证据,否则将被迫飞回家。 他还强调,对于德约科维奇或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任何其他球员,没有特殊规则,我们等待他的陈述,以及他为我们提供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。 如果证据不足,那么他将不会受到与其他任何人不同的对待,他将乘坐下一班飞机回家。 对于诺瓦克·德约科维奇,根本不应该有任何特殊的规则,没有。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,德约科维奇如果无法提供切实的医疗豁免的证据,他很有可能可能无法参加今年的澳网公开赛。